大家要重視真正的手衣、得衣、手衣 手衣法、得衣法是很重要的 可以說是在你的一生成就中 它是最關鍵的部分 但是因為時空場的原因 在2012年冬至前 一致丟失了兩千多年 那麼也就是說在春秋戰果前 我們還師父們重點用的都是手衣法 這個得衣之後手衣成就的就特別快 那麼後來因為時空點的轉變 人心不古 我們的這個地球在銀河系中 進入黑暗代之後 人的靈性開始蒙沉 加上這個在時空場中 積累的業力的沉澱 導致人的靈性被蒙蔽 人開始被物化 就是自己等同於動物 開始學著殘忍、自私 極度的自私之利 所以這樣就導致了手衣法、得衣法的丟失 明白 在我們經歷了5000多年的黑暗代 那麼在2012年冬至日 我們的地球終於在太陽系 太陽的帶領下出了這個黑暗代 出了這個銀河系中的黑暗代 已經進入光明代 2012年冬至 那麼是到今年2019年 那麼已經過了六個年頭了 所以師父們反覆提醒 說眾生靈性在開始蘇醒 教學工作要抓緊 師父們也告解 一經不以法 一經不以人 一了一經不以不了一經 所以這就是我做的功課 我要把這個傳統經典中 大量關於得醫守醫法的一些內容 公開給你們 讓你們知道這個醫為什麼重要 那麼它既然重要它是什麼 這個醫是什麼 另外呢這個醫藏在哪裡 它既然是這麼重要 你要找到它 你要得到它 你要得到它 你不得到你守誰啊 有的人說守醫法重要 那你守啥 你都不知道醫是誰 你知道了你又沒得到它 你知道錢重要 錢知道了就行了 你沒賺到錢 你拿什麼用 所以你非得要知道錢重要 你還要去賺到錢 你要得到那個錢 你得到那個錢 你還要學著守住那個錢 你不能胡花 一個月要花的錢 你一天都花光了 那你就守不住 守不住財 這個敗家子 大手大腳 花花公子 亂花錢 所以也不行 所以你只有得醫 你才能去守醫 你守住了這個財 你就可以君子愛財 取之有德 實際上後面還有半句話 君子愛財用之有德 就是把這個錢財 放在道德升華方面 精神升華方面 靈魂升華方面 去用財 所以是用之有德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得醫法 也是這個樣子 你要先得到它 你先要知道它是誰 你先得到 得到了以後 你再去守它 守住了以後 要學會用它 不然你守它幹嘛 你要用它 用它 用完了以後 你就要不在乎這個 所以你要化掉它 不要老執著這個醫 老執著這個醫 老執著一個有 那只要有執著 你就犯了錯誤了 所以最後是化醫 化醫到最後是無醫 在無醫裡面 不是沒有醫 是醫 已經是得心應手 無處不在了 隨手連來都是醫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整個的 這個醫的 關於得醫 守醫 用醫 化醫 無醫 這麼幾個過程 大家要深入地去 按次第地去掌握它 重視它